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文中也提到了耶稣不仅是我们美好的榜牙 保罗在罗马书15章13节说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应信将主般的喜乐 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借着圣灵的能力运行在我们的里面 即刻得着大盼望 这是神应许赐给我们的 有着这样的应许 会让真正愿意寻求神的人 有着明天会更好的盼望 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盼望 需要与他有亲密的关系 如何与神保持亲密呢 需要每天持续的读经与祷告 唯有这样 当我们生命遇到困难 甚至身体的病痛时 才能实际经历神的同在与淫荡 相信有许多的部导友来到教会时 他们是带着生命中无法解决的问题 因为有人传讲了耶稣基督 使他们听见福音的看法 愿意相信也正式地经历神奇妙的耐灵 他们从听到而相信的过程中 经历了圣灵的意志与改变 使问题可以解决 肯定内心充满着平安与喜乐的 愿意相信神的人 其实在恶劣的环境中 内心仍旧充满喜乐与平安 反正不信的人只能看见困难 而相信的人能看见困难之中的神 仿佛在罗马书里持续努力地传讲福音 他成为福音的祭司 这世代的我们 是否也要求神帮助我们对他的话语 更加认识 也加添给我们信心 圣灵的能力不停止地在我们里面运行 透过我们让还不认识耶稣的人 从我们的身上 看见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 可以是丰盛量力充满盼望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祢赐给我们 有信 有望 有爱 我们要相信万事在神的手里 有时候 当情绪低落或疲乏时 帮助我们 要抓紧盘望 鉴定相信神 相信祢明带领我们 与我们同行 使我们因为活在基督里 神明可以尽彩 量力 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